大家好,今天是6月16日,星期五 市仍然在市底 其實今早開始曾經有少少的反彈 但是沒有什麼大作用的 最關鍵在哪裡呢? 第一,經過昨天的下跌 這個月的股市已經成為一個線高很低 高位是9日的26,090點 我當你去到25,560左右的水平 其實波幅都是只有580點 一個月的波幅怎樣都有千多點的幅度 要麼先低後高 要麼一定是先高後低的 現在是先高後低 以移民6,090點是高位 如果市場沒有法子扭轉這個形態的話 這個低位在哪裡呢? 這個月你減1,000點下去已經知道了 問題就是現在這條50天線 已經升下升下升上去 25,020點左右的水平 就是說如果這個月以26,090點的高位 有1,000點的幅度 而幅度是下限的話 50天線的防守性會受到後現 當然知道了 由於10天和20天線失守 整個技術上的走勢已經轉向反復了 過幾星期前 市一直在10天線樓上走 那個叫做玉市頂的格局 真正是頂在那一分鐘 大家都不知道在哪裡 直到指數出現2到3個交易天 跌穿了10天線 就形成了一個警號 這個警號就是說 大市可能暫時見了頂 而市也會進入一個高台的反復之中的 很多文章就說 10天線失守之後 防守性就是20天線 但我看不是 因為今個月高位26,090點 如果先高後低的形態 只要有1,000點的波幅 指數已經在試50天線了 那你20天線怎麼會是防守性的據點呢 很簡單很簡單的道理 當然知道了 你說形態就放在這裡了 不計今天在來 6月份還有10個交易天 當中會不會存在變數呢 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假設今天不是16日 而今天是26日的話 幾乎可以跟大家說 沒有什麼機會變 只剩下幾個交易天 老老實實 如果好倉大會要維持勢頭的 怎麼可能被他先告後低的 根本上沒有時間去變 但現在只不過是16日 還有10個交易天 譬如內銀、中移動、匯控這些 不是說基本因素特別強 而是說他們的權重是很重要 匯控佔10% 中移動佔6.55% 中行、公行、建行加上佔16.800% 有33%左右的成份股 如果出現咬腰的話 他們說你的股市是有得齊的 不過當然知道 所謂有得齊的股市 就是說最多是市回頂的 難道你會升得太多嗎 關鍵在哪裡呢 去年10月28日的低位2488 去到今年26,090點 6月9日的高位 是升了46802點 先不要說波幅 我們講講時間 那時市走多久呢 22個禮拜了 一個升浪走了22個禮拜 如果休息四到六個禮拜 休息一休息 有什麼好奇呢 所以暫時來說 不要抱著任何衝擊 不要說跌了幾百點 我薄反彈 薄反彈不是這個時候 不是說4月跌一跌再上 5月跌一跌再上 不是這個問題的 因為當時一直沒有跌穿10篇 20篇線 其實現在這分鐘是失手了 情況是有少許變化 我覺得一個字是忍 沒有什麼特別好做 但是拿貨多的 都要考慮自己的持倉能力了 好了 下星期一我會和你講講 6月24日的團 到底的人數參與的程度 到底是怎樣 下星期一和你們講